台西高秀三年之前 李小提大作和團 一開始李東聯報都沒看到 到現在已經可以流出一首歌曲 到四季去演出 我們從零開始 從舞到有 那我們已經慢慢的到外面去表演 受邀到社區 還有隆伯 還有擔任全縣模範兒童表演大會的 背景伴奏 那我們在這個月的11月21號 也要受邀到這個北港文化大樓 進行公益表演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密集的訓練 第一代的學員有25位 不過有10位比較多 這學期學校中心設人 有被交小朋友報名參加 無人總共有30位左右 平常是連續 都是由學長姐來教學弟妹 要拉上來一點才不會滑掉 你的手這裡 不要這樣壓下去 不要這樣壓下去 要怎樣 不是拉黑色這一塊 是要拉這一塊 也不是拉這一塊 你要拉這一塊和這個琴橋 這個叫琴橋 你要拉黑色板塊和琴橋的中間 那另外我們的第二代的團員也已經招募完畢 現在開始在做新火相傳 由這個師父教徒弟 學長教學弟 這個學姐教學妹 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課程的推動 家長也很支持這個活動 所以有他們的社群都來到三天 比較窮鄉批朗的那個學校的那個文化 還有整個音樂的水準 能夠能夠提高 那這樣對於我們這個比較偏鄉的學生 幫助還蠻大的 我感覺校長做這種那個勾結 真的很辛苦 大家希望大家家長多多支持 這樣算對我們地方 比較有一個那個 比較有文化的氣息 比較不一樣 說這個我們台生出路沒了 小提大作家團一檔有去哪裡 好方特別感謝好友的贊助 提供平衡在當中有機會學家去 雖然一班三十位學員 就一位專業別老實在家 不過在優含的主案下 一檔有這麼好的學習性格 真正是不簡單 記者公眾品才方不得